各位同学们请坐 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 让我们这些毕业的同学 他们在主的面前立定他们的心智 要一生一世来服侍主 主你听见他们 你呼召他们 也恳求你差遣他们 让他们在毕业之后 按照你的带领到他们所侍奉的工厂 不论什么地方 他们都在那个地方 正如他们所立下的事业 他们愿意忠心来服侍主 我们为着所有的同学们 毕业的同学祷告 求主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在这几年所学的 能够使到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服侍 都能够荣耀上帝利益人 为着这个毕业礼 我们感谢主 我们这个时候求您自己教导我们 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所有服侍你的人 该如何来按你的心力而服侍 赐福以下的时间 如此祷告仰望 奉主圣名而求 Amen 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上帝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内部的毕业典礼 我们恭喜所有毕业的同学 不论你是神学文凭班的 或是精灵证书班的 我相信大家都经过了一段艰苦的学习的里程 那很高兴地看见 你们在这里的生活 也经过了抹炼之后 你们毕业了 世界上的人说 毕业就是事业 但是对奉献者来说 毕业就是开业 也就是开展你们的服事 把你们从主耶稣那里 所领受的使命化为行动 愿景化为实景 为主而活 为主而奋斗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 最终会走上牧养跟服事的道路 不论你是开荒建立教会 或者在现有的教会体制之下来牧养 你都会在主耶稣这位中心 梁牧的引导带领之下 一生做一个中心的梁牧 那今天教会的牧者 所面对的挑战 是非常艰难跟巨大的 牧者们面对了一个很复杂 跟多元的社会 单单用你抽象的神学概念 已经没有办法牧养跟关怀信徒了 特别是今天人的伦理生活的规范 判断的基础等等 都日期复杂跟多元化 那今天基本上 道德似乎已经没有底线了 很多人不再相信古老的训诡 那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 也不认为人类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大多数人的心态 都是追求活在当下 活得精彩和自我满足 所以很多本来有清晰意象 真崇高理想的牧师们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 在侍奉的道路上 有许多也渐渐地感到迷惑跟迷失 无法将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跟神学结合 那不知道该怎样能做一个好的忠心良目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用忠心良目这个讲题 来勉励同学 也勉励我们每个身为上帝的仆人们 那在旧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就是以色拉 以色拉在以色拉记的七章十节 就把他为什么会有影响力的秘诀说出来 我就读一读这一节的经文 给大家听很熟悉的 以色拉记第七章第十节说 以色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立法 又将律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这句话很简单 但是却带出了很多重要的真理 用今天的观点来看 以色拉他固然是一个学者 但这样的经文的描述 不是单单描述一个学者 他更是描述一个忠心良目 因为主忠心的仆人们 一定要立志努力操念自己 在这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 就是到我们牧养的工厂里面的时候 你要不断地做神学的反思跟建构 在这里开始的时候 他提到以色拉定制考究耶和华的立法 考究不是单单去读 去知道上帝的立法 不是单单拥有立法的知识 这里的意思是对上帝的立法 反复的思想跟反省 也就是不单单知道立法 跟知道立法背后的精神跟精益 就比方说不可杀人 不是单单不可杀人 而是了解背后所要传达的 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人是尊贵的 人的生命是上帝的恩赐 所以不只是黑命贵 红黄黑白的命都贵 所以都要尊重 所以今天我们毕业了 你们在这里学了读圣经的方法 但不只是停留在知道圣经 他们我们继续地研究圣经的真理 然后进行神学的建构跟反省 以色拉为什么要考究立法 因为他面临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这时候他所面对的不是他父母辈的那一代 他所面对的是一群被辱归回的人 这跟他70年前所见到的那一代人 生活思想形态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他不能够再用那个老旧的那一套 来牧养新生的一代 一个德国的神学家跟牧师叫做Derek Timbal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灵巧的好牧人》 他里面提到 一个好的牧者既然要有时机脚踏四地的生活 也就是说他提到从事牧养 就是一个不断做神学反省的历程 作为一个牧者 应该具有神学家的研究的精神跟学者的风范 也就是说你们是毕业了 但并不是结束了 也就是说真正明白圣经从今天开始 不断地在你牧养的工厂里面 一方面牧养 一方面思想 读主的话 你进入牧养的教会 可能这个教会已经有一个很多 一个一套既有的神学 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牧者 你需要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地考究圣经 进行神学的建构跟反省 来配合时代的发展跟会众的需要 那可是很多时候实际的情况是 有些牧者有牧养 却没有神学 有的有神学 却没有牧养 我很盼望我们今天所有的同学 你们受的装备是能够两者都有 教会的信徒中你经常会发现 很多人信主多年 仍然没有生命的改变 仍然是属灵的婴孩 没有长大成熟 为什么 因为信徒习惯于牧者 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 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了 因为信徒不做神学上的反思 很多的人在信仰的流移外在 没有内化的生命 看不到他们现实生活跟所信的真理 到底有什么关联 或者说他们不懂怎样建立这种关系 很多的时候这是因为牧者本身 没有神学的建构而影响的 想想看 如果这样的信徒 他奉献成为牧者 因受限于自我装备的不足 神学的错误或者下载 缺少力度跟深度 也成为一个不做神学 建构和反思的牧者 所以教会就这样的恶性的循环下去 教会的牧者轻视神学 影响了他带领的会众 也轻视神学 我希望你们这一代不会有人再这么说 不用读神学了 热心爱主就可以服事了 为什么要有精灵神学班 一方面提供机会 另一方面就是要告诉你 如果你要认真的服事 不认你年纪多大 都要在神学上装备 教会历史中有很多教父跟改教家 比方说亚特纳西 奥古斯丁 马丁路德 加尔文等等 都非常重视整权 而正确神学的建构 他们努力拨斥一端 重建被扭曲的信仰 把教义系统化 为我们今天教会 留下了丰富的属灵遗产 所以教会的牧养 需要稳固的神学基础 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跟随潮流 今天台流 明天寒流 今天灵恩神学 明天成功神学 我们或者没有办法 在关键的时刻 对信徒做出适当的教导跟牧养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科技 很进步的时代 电子圣经能用吗 疫情来了 网络线上崇拜可以吗 要怎么进行 在家领圣餐算数吗 饼和杯 不是从牧师跟长老的手中 借过来的行吗 工厂的二合一的产品 这是圣餐杯跟饼 能用吗 教会就一个老年信徒 拒绝领圣餐 说这不是圣餐 当然这些都是简单的问题 但还有更复杂的牧养问题会出现 我们预备好回答他们的问题吗 或者我们只能够说 那就祷告吧 固然要祷告 但只有这样的一个答案吗 当牧者在侍奉中遇到具体的 这个情势需要处理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对整个时事 做神学的思考跟反思 然后将神学思考促进化 然后得出合乎圣经的神学根迹和结论 来普世化作为指引 去处理所有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考究圣经是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以色拉说我要立志考究耶和华的立法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勉励 我们每一个同学毕业后 立志考究上帝的话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圣灵会在牧者的考究圣经 跟反思的过程当中 启发我们属灵的智慧 为我们的神学注入了生命 委为我们的生命找到神学的意义 所以神学不再是空谈 而不再是不时人间建立空中楼阁 而是能够处理生活中的各类的难题 好像婚姻的问题 和睦的问题 公平的问题 健康跟死亡的问题 其实整个牧者事奉的基础 就是我对神学的正切的认识 所以当牧者对人对视的看法 那跟甚至生命中最频繁不过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要通过神学信念来塑造 加尔文形容教会是一所学校 基督徒永远不能从那里毕业 同样的 牧者需要长时间的正确的教导 把信徒的神学建构起来 就当信徒建构掌握了基督的真理 牧者对他们的切勉才会有价值 否则任何劝勉最终指挥 证明是太肤浅 没有办法应对现实的复杂 所以各位同学中心两目不但需要有圣经 还需要向教会历史中的教父跟改教家们学习 重视神学的建构 并且在这基础上结合实际的情况 反思跟运用 我们不能只沉迷做事 在繁忙和老累之中互释了服饰的根基 那就是神学的反思 而神学的课题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怎么传福音教导跟牧养的态度 但这样我们继续从教会历史中来学习 每次当我们讲唯独圣经的时候 所指的不是只有圣经 而是以圣经为我们最高的权威 除此之外 不能忽略我们对教会历史的漠视跟无知 因为悠久的教会历史里面 有丰富的饱藏 这牧者也要学习 现代牧养的神学跟新的取向跟观念 比方说牧养神学跟心理健康医学的结合 使牧者成为一个能够体现照顾人心理的需要 又能够清晰的属灵的指引的牧者 所以我们要挑战我们自己跟信徒们 多学习 多思考 多发问 接受真理的多面性跟复杂性 然后在信仰上走向更成熟 更研滑 这样信徒才能有果效地进行个人步道 像亲友传福音 所以虽然我们有传福音的热忱 如果却不能够以言行来尝试福音的话 教会多年的增长一定会缓慢的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一定要在道的宣讲上面来立志 用心用力 这里提到以色拉定志考就遵行耶和尔的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所以这个教训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讲道 以色拉是历史上第一个站在讲台上讲道的 这个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教会有讲台 而且讲台一般上都是木座的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以色拉是第一个立下的风范 所以今天忠心两目一生 要在这个讲道的事上 让人看见你的长进 我们都知道基督教的崇拜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崇拜 透过礼仪 唱诗 祷告 读经 让人跟神有了接触 第二个部分 当然就是宣讲 当我们宣讲上帝的道去造就信徒 使他们因为认识了上帝的话 而在生活的行动当中 能够实践上帝的道 我们一定要相信 讲上帝的道其实就是一种创造的力量 可以推动 可以鼓励 还有转化信徒的生命 我们都知道 教文认为牧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讲道 而讲道是现代教牧最需要从事跟关心的工作 古教父甚至把牧者的讲道看为 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 讲道当然应该以基督为中心 按正义解释圣经 同时有事实性的针对 对现实的处境做应用性的教导 前面信徒觉得圣灵的大能 过纯洁美善的生活 建立符合圣经的世界观跟价值观 我想大家都知道 经炼神学院也以讲道为重 我们的课程基本上环绕在 议备装备同学们做个有果效的讲道者 我们内心都很盼望 我们的毕业生拿起圣经 能够大有能力 有效地传讲上帝的道 而讲道对牧者的试经方法 个人灵性的生活等都有很高的要求 所以没有毕业的同学们 要用心地继续地学习 毕业的同学们要定制考究 讲道要求牧者能够洞察现代人的挣扎 还有教会的牧养的情境 能够关心到社会 家庭 心灵 职场 罪 苦难 死亡等等的问题 我们牧者作为一个器皿 存在着耶稣基督跟祂的福音 所以好好的讲道 能够发挥很大的属灵的力量 是的 很多的时候你在讲台上 能够让人看到生命的所有的经验 所以通常最好的讲道者是 讲道者在上帝跟人的面前谦卑 以及对人类灵魂的伤痛的关心之下 所产生出来的讲道 能够警觉到灵魂 在不同的情绪跟阶段的转变 我想没有人会反对 教会最重要的是讲道 虽然很多教会声称自己非常看重讲道 但是很可惜的是 很多讲道已经拘泥于形式 逐渐地老化 义正乏力 让信徒感到沉闷 讲道在一些牧者的口里 甚至变成了道德建议 美好生活只能 政治解读 讲笑话 讲故事 又或者看来是有用的做人的道理 心灵鸡汤 基督教就变成了鸡汤教 或者只是一些抽象的神学概念 这很可悲的是 讲台不能回应 信徒在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需要 跟解决他们的困境 很多信息 无关痛痒 一味地迎合信徒的喜好 没有办法造就信徒 所以弟兄姐妹 各位同学 中心的两目 是要对教会和上帝的话 负最后的责任 忠于上帝的福音 应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才干 你的智慧 你的身线 你的行体 你的性格 毫无扭气地 切当地用来传讲福音中 不同的信息 路德说 讲道是教师 也是世界的光 在这世界 再没有其他 更尊贵的职份 能够跟这个相比 这我们一定要记得 为了照顾不同的信徒 讲道当然也要采用不同的风格 让人能够听得明白 让上帝借着我们 借着他的道向信徒说话 将上帝的生命传递给信徒 讲道的形式要像圣经那样 以多知多彩的语言来进行 所以讲道的语言必须是说 一种转化的力量 你的羞耻不单单能够让信徒明白 而且能够广阔 给你改变信徒的世界 这牧者一定要针对触景化的文化 以恰当现代的语言 和有力的修持来传讲上帝的道 从而更新跟塑造信仰的群体 当然 这牵涉到牧者本身 要操练成熟的灵命 还有追求敬虔 能够仁慈和智慧地 以道来指向和穿透人心 就好像一个父母 以道来喂养信徒长大成熟 所以牧养是将讲台的侍奉 个别应用到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牧者必须很有系统地做这个工作 否则就犯了亲户的罪 牧者要带着教母关怀的热情去宣讲 透过讲台的指示跟引导信徒 为他们带来释放跟拯救 并产生改变转化和塑造生命的果效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那么的一天 你跟我因为忙碌 无法好好一杯讲章 或者你因为讲了多年的道 感觉到空洞乏力 你跟我身为牧者 就需要停下来 好好地思考 再学习 调整灵性 第三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立志 做一个中心两目 成为生命的榜样 所以你看以色拉定制考就 遵行圣经的律法 然后他才教训人 遵行在前 教训在后 自己先遵行 以后教别人 这是什么 成为人的榜样 我们的信仰 我们所领受的 跟全世界宗教最大不同的就是 上帝的道 自己道成肉身 把上帝的启示的作为 跟启示的道合一 这也就是基督教信息的重点 跟教会牧养的基础 牧者要翻领出 神道成肉身 来到人的中间 将新的希望 价值观带给人 同时也将真理 实现在人的中间 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 他谦卑地倾倒出来的 那个仆人的角色的侍奉 就是我们整个中心两目 侍奉的生命榜样 我们教牧师奉的根源是基督 他的伟大并不在于地位 权能跟影响力 而是在于他仆人的角色 耶稣说 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舍命 做多人的俗价 除了做多人的俗价 我们没有办法效法以外 我们一定要效法他 那服侍的榜样 耶稣有两副的形象 一个是受高的牧人 一个是受苦的仆人 在今天牧者要活出这两个形象 牧者应该每一天透过 某些个人领袖的 不仁领袖的超念 比方说 我们的默想 祷告 读经 认罪 宽恕 神学反省来提升自己 我们是站在道 还有困惑 困苦人的中间 兄姐妹 一个牧者 通常早上 我们研读圣经 我们明白上帝的话 我们预备讲章 我们思想 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们见人 我们听人的诉苦 我们关心那些受苦的人 所以你要记得 你永远就在道跟困惑的人的中间 这就是牧者的工作 所以因此 我们的牧者的言行 那就是牧者的言论跟行为重要的 路德说 神的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建立 全在乎牧者的言论跟行动 所以因此 我们要建立成为信徒的榜样 圣洁公义 谨慎 温柔 勇敢 忍耐 舍己 行善 殷勤 前辈等等 当然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是完全人 其实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圣经的要求 我想很多信徒在读圣经的时候 常会这么说 我怎么可能做到 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 我们读的那些 我们怎么可能做到 我们不可能做到 其实那些都不是在讲我们的 是在讲耶稣基督 当米加说 上帝向我们要求什么 公义 怜悯 怜悯 你做得到吗 如果你公义 你一定不怜悯 你怜悯 你一定不公义 你又要怜悯 又要公义 如果你又能够怜悯 又要公义 你一定不谦卑 其实他讲的就是 那些事件告诉我们 我们要为他们向上帝负责 但是他们也要效法我们的榜样 我们牧养的教会中 许多的人背负着罪疚感的重担 我们看到有些人婚姻失败 事业受振 被遗弃 婚外情 同性恋 的挣扎等等 有时候我们牧者没有进到这些人迷失跟痛苦的黑暗中 分缠他们的迷惑 伤痛跟苦难 很多的时候我们站在比较高的这个要求器 要求 不是黑就是白的进行批评跟指责 似乎只能给人套上立法的要求 我想很多时候信徒们没有勇气 面对自己的罪跟失败 他们选择了逃避 继续躲在自己的黑暗中 我想这时候我们做牧者的 应该苦苦的 好好地倾听 对他们亲切开放跟接纳 我们能够让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 接纳跟上帝温柔的爱同时 把他们带回转离他们自己的罪 但当然就是生命榜样的力量 我们要教导信徒脱离自我中心 以开放的心 包容跟接纳自己不同的人 指引背负罪就感的人 为他们创伤跟照亮他们的黑暗 帮助他们因为福音 得到释放 生命各个方面的开始跟改变 这不是一个荣耀荣义的工作 这需要主的怜悯 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中心两目就是要反领出 神道成肉身来到中间 牧者看自己为主的仆人 甘心乐意地去服务他们 就好像刚才所读的彼得前书的那一段圣经这样 我们是神恩典的使者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负担跟地位来侍奉 也不要把教牧当作一个职业 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忠于基督的托福 围群羊的榜样 中心两目要有属灵的勇气 对抗和批判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够忽视黑暗 只点蜡烛 要照亮 我们不能够不点蜡烛 只批判黑暗 我们两方面都要做 我们有时候站在讲台上要批判罪 世界上的罪 世人的罪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点燃蜡烛来照亮这个世界 这就是一个 我们懂得怎样 当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属灵的真诚跟伟生和信徒站在一起 带领信徒度过风暴进入港口 就好像当我们面对当下疫情的时候 你怎么样子去告诉弟兄姐妹 我们要小心但又不要害怕 我们怎样让他们知道 这个疫情把我们带到 更对上帝的更敬畏 对神的真理更加的认识 我们现在让他们在网络上崇拜 但是等到疫情过了之后 我们又怎样回归实体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跟信徒是站在同一条的线上 所以这个牧者 有一个研究家文的范琪 他这样说 他说家文剥削自己的睡眠时间 他的家总是向寻求意见的人开放 他保持接触教会和城市的所有事物 他探访患病和懒散的人 而且几乎认识每一个市民 现在家文活出了生命的榜样 所以中心的两幕 就有这样的崇高的品格 清洁 正直 体现人的软弱 细心欠导人的悔改 勤奋 绝不带多 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应该毕业 还学得不够 还要继续留下来 弟兄姐妹 我们要回到工厂里面 靠着主的恩典去超念 实在求主 怜悯我们更多的祷告 让我们备主使用 最后 中心的两幕 它的核心是什么 今天牧者面对很多的要求 有人期待你 是一个动听的演讲者 是一个活泼的社工 是一个专业的辅导员 是一个能干的行政人员 是一个维持道德的属灵模范 牧者变成专业的大杂烩 牧者专业化的结果 就使到他的角色变得混淆不清 当他们欺质入物的 不假思索的 采用教会以外的观念 和专业技术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忽视神学的思考 跟信仰严肃的智慧 忘记了教牧真正的职责所在 我再问你 中心两幕侍奉的核心是什么 亲爱的同学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教牧的真正职责 是服从上帝 我们的专业是宣讲上帝的道 传扬福音 以上帝的道装备信徒 承担教会的托福 牧者的侍奉的核心 不在于掌握专业技巧和特殊技能 而是在于上帝的道 个人的天才智能和技术 并不是最重要的 中心两幕不是面面俱缘 样样都行 而是被上帝分别出来 带领人敬拜上帝 朝向上帝 有个神学老师对学生说 你一旦做了传道人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只剩下上帝的道 所以信徒需要被建立 病人需要探访 犯了罪的需要耐心的归欠 你要预备当你做了很多的时候 记得没有人要感谢你 你用了大半的时间在人的身上 有可能你看到有些人不转变的 经过多年的教导 教导跟牧养 人还是冷漠的 而经常你得忙得不得了 而感到一事无成 我想每个牧者的心声都会体会到 特别是在新加坡华文教会的牧者 面对的困难 信徒老龄化 所以我们策划精灵事工 年轻信徒喜欢讲英文 留住他们 并不让他们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如果我们不是以上帝的道 为我们侍奉的核心 牧者就会把个人的满足 见机于可变动的 可见的转变 你就会常常心灰意人 无法坚守照命 牧者绝不能让人的成功标准 成为他们对人付出爱的一个准则 我们要超越专业 手法跟技巧的层面 不仅仅为人提供实际的帮助 跟要打破世上 劳聋人那种各样抵挡上帝的捆索 最后我的结论是 教会的牧者会十分忙碌 很多突发的事件 让牧者读经跟写讲章的时候分神 牧者有很多的角色 在实际的生活中 这些角色都很重要 就好像探访 花时间跟人家倾谈 但是究竟是花时间跟人倾谈 还是亦被讲章优先 或是赶铺医院探访 临终的病人优先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找到的成熟的平衡 在上帝的道跟人的具体的情境下 往来奔跑 但我们感谢上帝 上帝有丰富的恩典 我们固然知道这个行业的要求 很高很高 但上帝给他的仆人 很多很多的恩典 所以今天早上 我勉励每一个人 我们在牧养的同时 常常读主的话 研究主的话 来产生神学的构思 面对这个复杂的世代 让我们好好的讲道 不要让我们变成精灵鸡汤 更不要使基督教变成鸡汤教 最后我们生命的见证 求主让我们 虽然不是完全的人 但也不能太过不完全 我们跟自己的软弱 最不断的征战跟奋斗 同时我们有怜悯 有公义 有慈爱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 但我们跟着 这位真正的忠心两目 他怎样爱我们牧养我们 我们也照样牧养上帝的儿女